欢迎收看财经户成和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好我是红高 那现在这时间点就是假日 那我们先祝大家这假日愉快 那今天是星期五 那我影片看完请帮我 按个赞订阅加分享 那节目的一开始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怎样 台北股市的江波图 在昨天晚上的四大指数 在美国四大指数 表现最差的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 而在这前一天是台积电的怎样 法说会 昨天的台积电法说会 大家都觉得怎么样 感觉各说各话对不对 那负面的消息比较多 那大家对于这营收获利的预期 那有点失望 那在这股价上面 今天是重挫了 事实上今天台积电下跌 跟这一个财务报表 当然有一点关系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消息 就叫做这个格罗芳德 我们叫做格罗芳德 OK格罗芳德 那会被这英特尔并购 那英特尔想要花大钱 买这个格罗芳德 那这市场上面的解读 这杂音非常的多 那待会我会告诉大家 那到底这台积电的 这股价未来到底是怎么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江坡图 这江坡图在今天的早盘 一开盘是怎样 开低的这开低的幅度并不小 那在这一个开盘量是怎样 639亿的这情况之下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一大早你就会收到这讯息 说这一个地方怎样 开盘量量增开低之后 是有低阶的买盘 而这低阶的买盘非常的明显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相对的卖压并不强 那在这今天的盘中 我们在录制这盘中 趋势分析的影音的时候 那再告诉我的会员朋友 我认为接下来这个时间点 11点之后的走势到收盘 应该会怎样 跟这个时间点的这个跌点差不多 甚至会往下回落一点 这几率比较大 那最后收盘是收到这地方 跟我们预期的 这样没有太多的变化 所以今天的行情 算是好还是不好 当然是不好 那这个投资朋友 你如果是我的会员朋友 在今天盘前三分钟 在今天盘中的趋势分析影音 你都已经会清楚的明了之外 在这扣讯上面也看得很清楚 好那对于今天这走势 全天的走势在找盘 你会发现 传统产业的股票 这一个海运股 表现得又变啦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的话呢 一样的 一样的在这讯息上面 我直接的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在这个中场之后 还是会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海运股 而且我对这海运股的看法 并没有改变 在今天除了这个长龙海运之外 其他的这个像阳明海运 万海像这个赏庄 或这个海运的这个新兴 域名的股价 你自己去做看看 你是赚钱还是赔钱 同时你想要当冲 今天也不简单 今天也是震荡蛮大的 对不对 好那赶快再看一下 这张图 这张图当然就跟大盘有关系的 投资朋友 对于海运股的这个看法 我们先待会再告诉你好不好 那延到比较后面一点告诉你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这个地方是怎样 第四 第四格罗芳德 英文叫格罗芳德 OK那这间公司是怎样 Intel想要并购的这间公司 它的排名第四是怎样 全球第一季 这个2021年第一季 十大金元代工的第四名 第一名是我们的台积电 第二名是三星 第三名是联电 第四名是格罗芳德 好那第三跟第四其实是差不多的 好那以这个市值的角度来看呢 今天Intel要花300亿美金买下来 并购下来 那市场上已经有人解读 好像花的钱有点多了 好那在这个时间点台积电的股价大跌 这市场上各说各话 先前我们这外资的这一个分析师 叫陆叉之的这一个分析师 他说什么 台积电孔有未爆弹 那今天你看到这未爆弹 但竟然丢出来了 跟财务报表没有关系 丢出来的是什么 丢出来是Intel这样 要并购Glow Fountry 但是在这个并购的这个情况 这个我们的陆大分析师 所这个发表的这个言论跟意见 在新闻稿上面 他认为这一个Intel 感觉也是怪怪的 所以他原本认为的未爆弹 再加上他这个新闻稿上面的内容 有点前后不搭 有点前后不搭 好那我只会告诉大家 台积电今天的大跌 我个人认为是因为外资 想要赚期货的钱 好就这么简单 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解读 那我们就不多讲了 那我们现在以这基本面的 这一个角度来跟大家讲一下 好那这个Glow Fountry 是在2021年全时纳的金源代工厂 排名第四名的一间公司 但是投资朋友 你自己思考一下 好好的想一下 这一间公司在2018年 他就已经放弃了 进组7奈米以下制程技术的 这个竞赛 他就已经放弃了 反正就要说 他这一间公司的 这个金源代工的 这个最重要的产能 最重要的技术 只有12奈米 只有14奈米 10奈米可能都还觉得怪怪的 7奈米就不用讲 他根本就跨不进来 好那我只会跟投资朋友们讲一下 在这个金源代工的领域上面 现在7奈米是一个高度的门槛 7奈米过来就是5奈米 5奈米Plus跟6奈米 接下来是4奈米 接下来是什么 3奈米 3奈米是第二个最重要的门槛 这个门槛可能连三星都跨不过去 为什么 因为三星最近发表了 公布了他在3奈米的这制程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可以这样开始量产 3奈米的这个技术制程 结果公布出来的数据 3奈米做出来的定晶体的这个密度 竟然比Intel 7奈米的这个制程技术还要少 换句话说 三星的3奈米的制程技术 其实是有瑕疵的 重大的瑕疵 最重大的瑕疵 他竟然还敢发表 好了那发表出来呢 那未来的台积电肯定怎样 在3奈米沿用的这个FinFi的制程往下 两粒粒在拉快 拉高又拉快的这情况之下 未来的台积电当然是怎样 全世界最怎样 手势一举的一间公司 但是今天的股价下跌了 因为这个消息而下跌 因为草务报表第二季的营收不如市场的预期 投资料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很奇怪啊 未来的台积电是怎样 一支独秀 未来的台积电是一支独秀 那现阶段竟然用财务报表有问题来打压 竟然用这个Intel怎样 要并过这个国防局的消息来打压 我个人认为这个地方根本就是怪事一件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 外资想要赚期货的钱 那就是赚期货的钱 就这么简单嘛 就这么简单 那以这美国市场指数的角度来看 这一个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是昨天是上涨的 那这一个南斯达克S&P500指数是下错的 非城半导体指数 昨天是下连续的第二根这个黑黑线 那这第二根的黑黑线呢 那为什么会出现 当然跟台积电有关系 但是我会告诉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看一下你就会知道了 这张图这也是这一个切回来了 OK 来 看一下这张图 则是非城半导体指数的这一个走势 那在这周K线是长这样子 日K线是长这个样子 那这一个地方这一根 这一根是多出来的 这是昨天的 这是就是double 然后我们系统都会有多一天 因为它今天要开盘 好的这一根不要看 那昨天是这一根 前天是这一根 这两续两天下跌之后 那接下来你觉得 这左边的K线图再往下跌 会不会有支撑 会不会有支撑 好投资片你自己思考一下 如果会有支撑 那你觉得台积电 接下来在这个时间点 跳空下跌是买点还是卖点 买点还是卖点 好投资片 这个地方有跳空上涨 换句话说 在这个区域590块以下 的这个区域 还是一个支撑 好那它如果失守会怎么样 好我会告诉大家 台积电如果失守 这个位置的支撑 它将会往下回撤 那它往下回撤之后 台北股市肯定会压回 那当台积电的股价 往下回撤的时候 谁要支撑台北股市 谁 今天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国泰金的股价抢涨 富邦金的股价抢涨 金融股会不会抢涨 会不会抢涨 看一下这金融期 金融期的股价 金电是怎样 非常的表现得不错哦 换句话说 如果台积电真的出了意外 股价是往下持续往下往下 台北股市还是有怎样 金融股要这样跳出来 跳出来成为另外一个支柱 这过去一直以来都有可能会 都是有这种情况出现 当电子股左落的时候 这个金融股就跳出来了 好那你说老师 那金融股不要跳可不可以 我用钢铁股 我用海运股来跳可不可以 可以啦可以啦 但是呢这个投资朋友呢 我告诉大家 今天的长龙海运涨停 是因为它股价跌深了 这我不用多讲 它到底跌多少 在融资上面的这个余额 到底怎样被轻掉多少 我们都不用讲 为什么 因为股票要卖 我早就告诉大家了 现在才在讨论说 长龙海运融资余额怎么样怎么样 投资朋友讲这个没有用 好你该赔的钱都已经赔掉了 当初如果你听我的话 在这地方卖掉 在这地方还有一个机会 有没有 213一卖就往下回落 这地方差了多少钱 要等到现在再讨论 融资余额的问题吗 要讨论你现在 有没有反弹 有没有解套的问题吗 要讨论说这个地方 会不会肩头反转的问题吗 投资朋友听我的话 根本就不用好不好 根本就不用 OK 好那对于这个长龙海运的 这个股价走势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表现还算不错 但是其他的海运股 你自己用眼睛看一下 当初你觉得怎么赚 怎么赚 怎么赚 赚得到吗 好投资朋友 阳明海运 阳明海运看一下 如果你没有赚到这一段 后面这一段怎么赚 好投资朋友 如果你找盘一冲下去 就在这地方有没有追价之后 杀下来你会不会怕大 会不会怕大 今天行情是下跌的哦 你会不会在这边又怎样停损停掉之后 再拉起来 再追价结果你以为会所涨停 结果又打下来 又停损一次 投资朋友 好这边如果没有停损拉起来 不甘愿你如果也没有停 也没有这个停损或停损的话 最后尾盘肯定还是赔钱 好你在这阳明海运今天做 如果运气不好 很容易多空酸八 好这你的当冲交易就很容易就赔到钱 好那你再看其他的股票 华航自信 那一样的哦 中航中贵就不用讲了 这肯定都是赔掉钱 好那万海也是一样哦 比阳明海运的走势更差 好投资朋友 你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这海运股到底你要怎么看 好那海运股钢铁股呢 钢铁股你先看一下 大象有没有跳舞 大象没有跳舞好不好 再看一下其他的股票 东河 叶薪 高薪昌 低桶 春雨 自己看一下 今天的钢铁股虽然表现的怎样 没有很弱 但是相对的 相对的呢 其他的这个股票来讲 它还是一个弱势哦 还是弱势哦 好不好 所以呢也没有太多的表现 所以呢以这时间点 如果台积电出了意外 那金融股跳出来 这行情可不可以守得住 好像可以哦 好像可以 但是前提哦 我会告诉大家 你看今天 红海没有跌 红海没有跌 那还有谁没有跌 联发科没有跌 群众有打稍微的下跌了 那这个坦说南亚 南亚稍微的支撑了 那在这个台台电中规中矩 大地光没有跌 欢迎就要说 如果台积电往下回落 金融股补上来 那其他的有一些重要的电子全值股 他还是要表态 他还是要表态 要不然这多头会不够力 这多头会不够力 好那在这个大盘的这个整个盘面 这解析我们带得很快 我们带得很快 那几乎就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在这个讯息上面 再跟大家来解读一下 好了Glow Founder 这个Glow Founder 我们就直接讲中文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用再多解释了 OK这个因为我刚才讲的 这技术 OK有点卡住了 好 这样子 蛮丑的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跳不上去 好那这个地方刚刚有点卡住了 好那这个Glow Founder的这个故事呢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这制程技术 它还是卡在12奈米14奈米的情况之下 那这对台积电 这个未来的这个这个竞争 那我个人认为即便 然后这个Intel 这个进来之后 并购之后 假设都成立了 那成要成立其实还是有困难度 我们就假设啦 假设都成立它成功并购了 那对于Intel而言呢 我个人认为还是没有太多的注意 还是没有太多的注意 为什么因为因为14奈米12奈米 再加上这个Intel本身的7奈米来讲 好那这金元代工的这个产能 这个订单呢 这个基本上呢 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注意 为什么 因为超微AMD现在下单 下进来是怎样 5奈米5奈米plus 那苹果下进来也是5奈米5奈米plus 那在这个NVIDIA下进来也是5奈米 好那这个高通要从三星转回来的订单 也是5奈米 那未来台积电5奈米肯定不够用 那就是往前跳 往前跳就是什么 4奈米跟3奈米 好那超微跟这个苹果 那肯定就是把3奈米吃下来 那高通呢 高通的5奈米如果一直停滞不前 你觉得有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那在这个NVIDIA呢也是不可能 所以呢我这个 我认为这台积电 这个未来的优势肯定是怎样 会持续下去的 那在短线上面 受到这消息面的影响 那就不用太多这个 太多的这个联想 那这基本上 基本上呢 这个股价上面的操作 我只会告诉大家 4G 4G找买点加码 你可以不要再低时间加码 因为你手中可能已经有台积电了 但是你要4G找买点加码 好不好 好那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就直接告诉大家 什么MCU滑力变身 好那为什么MCU可以滑力变身 因为它的安全性提升了 因为它的效能提升了 好那效能提升 安全性提升 那它就怎样 感觉上就怎样变成一个微处理器了 好投资票 微处理器这四个字请你要记清楚 听清楚 好如果你是用MCU的话 中文会翻成是这样 微控制晶片 微控制晶片 跟微处理器是不一样的 微控制晶片 它就是一个单元的一个小晶片 微处理器它可能就是算是一个怎样 类似CPU了 算是一个有运算功能的一个晶片 好那这张图 这张图我怎样 这是桌椅器的这个MCU 那这个内容我直接秀给大家看 滑力变身 那在这个MCU的华力变身之后 台湾的这MCU高阶MCU的大厂 胜群今天的股价 有一些特定的买盘拉抬进场 就怎样攻上涨停 那对这高阶的MCU 跟这个MCU的这一个情况 在先前我们都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中国大陆是怎样 不惜价格这样抢劲抢劲 购买怎样 购买库存购买库存 为什么 因为未来MCU的这一个 不仅仅是车用要用到 这个晶片 物联网它成为这个 万物联网的时候 在成为AI物联网的时候 这MCU的需求会越来越高 更何况这一个MCU的这个等级 这个防护能力的安全性提高 效能提高 它就会变成怎样 围处理器了 那所以这个申请的股价 在今天的走强 那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偶然的 好那再来看一下这张图 刚刚我们讲到台积电 刚刚我们讲到鸿海 刚刚我们讲到金融股 刚刚我们讲到什么 盛群这MCU 现在这间公司是一间 投资票 自己看一下这边地方有什么 地球上面有这样绿色 然后发芽 这间公司跟环保题材有关 那这跟环保题材有关 那我直接暗示给你跟电有关系 跟电有关系的公司 有什么公司 有绿电的公司 绿电有什么 太阳能 有风力发电 有节电的公司 所谓的节电的公司是什么 智慧电表的公司 投资没有 这间公司今天的股价 自己看一下 开低之后 稍微的震荡拉抬转枪 这是它今天的江波图 这个月 我直接 我不会秀K线图给你看了 我只会告诉你 它这个月的股价 明显的再度的转强 再度的明显转强 不管这念来念去 都是这道装具 好那这个地方 想要赚就请你跟上来 这一档股票 投资票 我说过了 跟电有关系 绿电 绿电又有风力发电 有太阳能 又跟什么 节电的这个智慧电表有关 你觉得是哪一个 你自己猜 自己猜 那应该也猜不到 我只会告诉你 这个月股价才怎样 刚开始怎样 再度转强 今天的江波图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大盘在下跌的时候 它只有怎样 跌一点点 大盘在大跌的时候 它只有怎样 跌一点点 大盘油黑 稍微的缩小跌幅的时候 它股价就由黑翻红了 强涨了 想要赚 请你跟上来 想要赚 请你跟上来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张图是怎样 华尔街期望 厚望 那苹果的股价怎样 再创高点 那市值逼近了 这2.5兆美元 这是前两天的 这个新闻讯息 那这苹果的股价走强 苹果的市值走强 那对于苹果的供应链 投资票 台积电的角度 你怎么看 红矮的角度 你怎么看 其他的苹果的供应链 你怎么看 好 投资票 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GISKY6456 GISKY6456 投资票 看一下Touch Panel GIS的产品线 有什么 车用的仪表板已经出来了 有什么 投资票自己看一下 曲面 曲线的面板 他都做得出来了 可绕式的面板 他都做得出来了 这触控 在这手机智慧 手表上面也做出来 在这一个家庭的 这智慧的这个面板 全部都没有问题 这是一间做面板的大厂 而对于苹果的供应链 投资票 我只会告诉你 你要特别的留意 为什么 五穷六绝去上吊 景气是怎样 由谷底开始翻扬 接下来就要 谁者怎样 景气循环来到消费旺季 而这消费旺季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电子品牌 最厉害的电子品牌 肯定就是苹果 而苹果的股价 你感觉上有上涨 但是没有涨得很迷人 但是它的总市值 已经来到了2.5兆美元附近了 投资票这代表是什么 这代表是未来苹果的竞争性 肯定的是怎样 毫无疑虑的 接下来肯定 这苹果还是在全世界 还会壮大 苹果的晶片 已经丢到台阶线 是5奈米 5奈米plus 接下来会进展到3奈米 而三星呢 三星手机的晶片 还在卡在它三星的晶云代工 怎样怪怪的 投资票这效能 三星手机跟苹果的手机效能 会越差越远 所以未来只要这个苹果的 这个所谓的电子产品 肯定都会怎样 有很多人需要 有很多人需要 而对于GIS的股价线路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GIS的股价在这一两天 稍微的转落了 稍微的转落了 那在这时间点 那你觉得这个地方是买点还是卖点 那你如果要买进的话 又应该要怎么买 投资票我只会告诉大家 这一根红K线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这一根红K线的 这一个缩盘价 这缩盘价叫120.4 这是还原全息之后的这个股价 120.4元 如果都能够锁得紧紧的 请你要特别留意 相反的如果不小心跌破了120块 怎么样 投资票这一根红K线 就告诉你下方的支撑很明显 这一根红K线也告诉你 怎样 下方它是有怎样 一些怎样 支撑触底的支撑 为什么你这边这边 这边都是量缩 量缩不跌的一个走势 这个红K线攻上去之后 造就了一个套牢的卖压 这一个卖压到底要整理多久 投资票 这就是你要考虑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股价能不能有效突破这一根红K线的缩盘价就变成更重要了 如果有一天GIS的股价强势的上涨突破这131.99 我们就算132 那就是你最后一次上车的时间点 那就是你最后一次上车买进GIS的时间点 请你自己好好的留意一下 这一档股票 为什么 因为苹果 因为苹果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 再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电池跟能源 电池能源 投资票在今天的这个大盘的这强势股上面 你可以发现的很清楚 有一些的股票跟电池的股票有关系 那在过去 我的这个7月份线上投资涨望的这个内容 跟大家讲的是5475的这德宏股价上涨强涨了 对不对 351的矽码股价上涨强涨了 对不对 矽码带出来的这个堪普股价也是强涨了 对不对 你自己看一下 是不是很强劲 7月份投资这个线上投资涨望 之后的股价表现的这么强劲 戏码也是这么的强劲 5475的德宏也是这么的强劲 投资朋友 在这几个方面 你要特别留意的跟电池有关 为什么 因为鸿海的关系卡进去了 鸿海 我之前先前 如果你有看我节目 我都直接告诉大家 鸿海电池的黑科技 到底是怎么优秀 投资朋友 你自己好好的考虑一下 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而对于这个电池方面 我们就不多讲了 在能源方面呢 先前我告诉大家 有一支股票叫做台达电 你必须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而台达电带出来 就是所谓的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的这个议题 跟着工业自动化的议题 这两个绑在一起 投资朋友 公业自动化 我们先不讲 再生能源拉出来讲 就是锋利发电 就是谁 太阳能 锋利发电 今天有一支股票叫做谁 永威投控 永威投控 这一场公司 跟锋利发电有关 这股价在这地方转强 再创高 过去这段时间飙涨 去年的这段时间飙涨 那我带我的会员 在我们的索马 已经推荐了这支股票 带我的会员买进了 投资朋友 这支股票强涨 飙涨 这是去年 它风光 风光的时间 才是去年 我带我会员朋友 这样 交易的股票 推荐的股票 投资朋友 你自己看一下 非常的凶猛 有没有平均的海运股 还凶猛 当然有 那在时间点 在这地方再转强 你觉得 接下来的勇为投控 有没有机会再攻高 除了锋利发电之外 5483的中美金 它也是属于太阳能的矽晶圆厂 中美金亮晶晶 中美金亮晶晶 股价是这样子上涨的 股价已经攻到200块之上了 目前的股价是217 前几天我要告诉大家 它占上了200块 投资朋友 你有想到什么吗 200块到217 投资朋友 你觉得你有没有机会 赚到中美金的钱 有没有机会 你觉得 看我的节目肯定有的 那对于这太阳能的股票 当然还有另外一支股票 叫做什么 3691的硕核 股价今天是强涨功高了 这支股票 投资朋友 我不用暗示 不用再盖牌 我直接告诉你 我会员朋友 手中有这一档股票 我们战神会员 我们战地会员 手中有这支股票 直接告诉你 要赚钱 你觉得我没有买海运股 我买硕核 赚的会比你海运股少吗 你自己看一下 从这地方180块附近 涨到这地方200块 有输海运股吗 有没有 你自己看一下 过去这一段时间 从这个6月份到7月份 2603的长龙海运 2609的阳明海运 2215的这个万海 你觉得在这三档股票 你赚了很多钱 那请问你加加减减 到现在到底是赚还是赔 那相对的 做何你觉得是赚还是赔 更何况在我们之前 跟大家讲的 我们会员赚的网家 今天也是强涨 攻上涨停 投资朋友 先前的这1795的美食 你看我的节目 现在还在涨 我所买进的股票 我所带我会员朋友 交易的股票 难道会输你手中的海运股 会输吗 你觉得有输吗 看一下网家 看一下我们这一个 线上投资长方推荐的股票 得宏的股价 有输吗 会输吗 从这地方是多少 24块标涨到这地方 是44块 45块 投资朋友 有输吗 好好的思考一下 好不好好好的思考一下 那这做股票 那这这个见仁见智 那总而言之 我会告诉大家 不是只有海运股可以赚到钱 这时间点 你必须要来跟着我来做什么 逢低买进 这个五穷六绝气上叫电子股 好不好 好那对于宏爱的股价 到底接下来怎么操作呢 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电池的黑科技 那对今天的这个宏爱的股价 今天是抗跌的没有下跌的 好没有下跌 那看一下了 今天的股票 这一个 OK 今天的 一直按错 今天的这个鸿海股价有没有下跌 没有 他做到平盘哦 119.5这个位置 接下来应该会怎么样 投资票 自己看一下日K线 桌K线跟这个月K线的角度 手中的鸿海 加码 逢低买进 追价买进 还是要逢高卖出 投资票 好好的思考 好好的思考 好我只会告诉大家 你想要赚钱 一定要跟着我赚 为什么 因为在这先前 我就直接告诉大家了 什么 电动车的未来有多好 而对于这电子股上面 这个电子前景 我说过的是百兆商机 对于鸿海 昨天我已经跟他讲的 这一个企业的这一个价值 你自己看 初始期 成长期 成熟期 跟衰退期 这个地方是2035年 2035年是什么 欧盟要怎样 结束汽柴油燃料用油的车子 知道怎么样 你觉得鸿海接下来是 成长期还是初始期 那我昨天就直接告诉大家 他初始期会怎样 会比较短哦 会比较短哦 好不好 好那我们就不多讲了 另外一个在过去 这个5月中旬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了 5月19号 弯腰减环金 这两只股票 鸿海当时 这股价下跌之前 我跟大家讲的 看一下 当时这股价下跌之前 这股价在4月份下跌之前 我告诉大家不要买进 不要买进 鸿海大盘 我在4月28的时候跟大家讲 说这股价要下跌了 这股价下跌了 它真的下跌跟着股价下跌了 在这地方我说过是千载难逢的好买点 那我带我会员朋友买进了 104块 投资朋友你有没有买进 你看我的节目 千载难逢的好买点 隔天也没有买进 到现在投资朋友 鸿海可以让你赚多少 国泰金当时也是一样 千万要减黄金 这个时间点 不会赚吗 一定要买航运股才会赚 一定要买海运股才会赚吗 投资朋友再看一次好不好 你的海运股是不是做来做去 变成一场梦 海运股感觉上涨了很多 赚了很多 有吗 看一下你的存折 看一下你的存折 最近不少人停损卖出去 国泰金你会停损吗 鸿海你会停损吗 拜托好不好 投资朋友 不会嘛对不对 这一来一回相差了多少 做股票是结果论 结果论 你不要以为股价一直上涨 你就肯定是赚钱的 股价是震荡走高 你可能会做到赔钱哦 对不对 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好不好 我就不多讲了 好那这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可能要再讲快一点 好那我忘了一下减黄金的故事 我们也不多讲了 这边还有三档股票 那这三档股票呢 那我的会员朋友都知道 那这些股票那当然有些 这有一两档表现还算不错 那其中有一档 那这一个我们还在怎样 抱着啊 对不对 刺激在加码 要怎么买 投资朋友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要赚钱就请你赶快来跟上来 好不好 看完节目 请你帮我按个赞 再订阅加分享 那这财经护城河的这个 这个YouTube影片下方 这个有网址超连结 这个股票咨询申请表 请你可以填写一下 头顶上Lite QR Code扫描 提交一样的 你有任何投资的问题 都可以来询问 好不好 这个申请表长这个样子 最后请你一定要按提交 请你一定要按提交 好 那这大盘的解读呢 我们再待一个几分钟 好不好 这今天的这个空方动能 开始转强 那在今天周K线 这个多方动能强度是怎样 原本是增加了 变成减少了4% 那在月K线的这个空方动能强度 原本是减少这个增加百分之 百分比 今天变成1.4倍 换句话说 在今天大盘的下跌 虽然是怎样 有流向影线 有缩小跌幅 但是在这个股价线路上面的表现 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投资票 第一个日K线出现了 多方动能 开始转强的这一根红K线 竟然在今天怎样 变成怎样 空方动能开始转强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还是一样的 是17,700点之上 多空交战激烈 投资票你自己看一下 这个地方突破了18,000点 这个地方是怎样 今天收盘是多少 17,895点 换句话说 17,700点之上的多空对决 这个系码还是没有结束 还是没有结束 到今天为止 空方怎样 在多这个日K线上面 又取得发球权 那以这极短线上面的角度 我会告诉大家 在这个下礼拜一的开盘 这个开盘的位置 一样会决定当天行情的好坏 如果会开低 极短线上面的线路 短线上面线路 会持续的对空方有利 如果会开高 如果会开高 一样的多方 一样会有表态的机会 一样会有表态的机会 但是这个地方开高 必须要开得够高 多头才会够强 如果开得不够高 那空方肯定还是会有这样 在9点半之前 还会有表态 所以呢 让这个今天晚上的 这个欧美股市表现 那你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 好 那这是这对大盘的 这个短线上面的解析 我就不多讲了 日K线上面 今天是这个 说一个红黑线 带着成交量 昨天是怎样 上涨怎样 量缩低于均量潮 我说得很清楚 我们用急需售先来解读 那今天下跌 这代表是什么 这代表的是什么 带量 这代表是有一堆人在今天找盘 获利卖出 那被换锁换掉 但是换锁换掉 到底是换在什么地方 另外一个我刚刚说过了 这节目一开始就告诉大家 这大盘一开盘出来 成交量 开盘量600多亿 这叫换锁换掉 但是多头是怎样 低阶 低阶 就低阶而已 它没有用力的买进 好不好 那今天缩小跌幅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卖压其实没有追空的意愿 但是下礼拜如果会开低 那这个情势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会有点不一样 好 那观察的重点当然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台积电 台积电的股价如果会持续走落 那要跳出来的是谁 金融股一定要跳出来 金控股一定要跳出来 那相对的 其他的这个电子的重要全值股 也要有人撑起一片天 这样子大盘就比较不容易下跌 这请这个投资朋友稍微的留意一下 好 那最后 最后我们的时间点 要跟大家讲的是 好 这个问题 有人在lizer上面问我 也有人打电话来问我们的这线上助理 那这谁会是最大的受益者 这中心制裁之后呢 华为制裁之后呢 残江存储 会成为中美科技账 这下一个受害者 好 那透过我侧面的了解 透过我侧面的了解 我会告诉大家 这机体模组场将会是一个受益者 但是因为这个禁制令是怎样 是因是禁制 残江存储的这记忆体Fresh 这产品没办法销售到美国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肯定会有一些缺口产生 会让Fresh的价格跳起来 让这低运记忆体的价格跳起来 但是 但是这个影响有限 影响有限 那趋势会怎样 对这个记忆体的价格是会呈现正面的 会慢慢的往上走高 但是以这这个 这个我们讲说最大的效益 这如果股价要怎样 因为这样子而这样持续的上涨走高 好像也是不是这么的容易 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 所以 所以我们就直接告诉大家 这记忆体的这个模组的厂商 像这威刚 像这石权 这些公司当然是受益者 但是呢 这个不用太过度的期待 好不好 这是经过我侧面的了解之后 那给大家的回复 好 那再来五熊六九七三条 那请你一定要来跟着我赚电子股的这个 景气股底 开始走强 走望的这一个股票 一定要跟着我来赚 那海运股 海运股 一样的高速你会上车 你也要会下车 我对海运股的看法 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虽然昨天我在节目上面公开的告诉大家 我认为海运股不会是一个肩头反转的走势 但是你想要怎样 再解套 其实是有困难度的 好不好 其实是有困难度的 好 OK 市场上有这么多的分析师 想要找分析师 请你来找我 因为我是一个怎样 分析判断会精准的人 因为我是一个怎样 交易会带你稳健获利的人 我就是这样的分析师 投资面 请你好好地把握这机会 投资底上 Lite QR Code可以扫描 你有任何的投资问题 就请你来问 就请你来问 不用不好意思 我们的这个助理 这个拿到你的讯息之后 一定会怎样 会回复给你 那这个YouTube影片下方 YouTube影片下方 这网址连结点下去 一样的财经负成额 股票资讯申请表 一样可以填写 一样可以填写 那最后请你按提交 请你按提交 OK 好 那我们节目就讲到这地方 这一个时间 这个因为是假日的这个关系 那我们讲话有点快 那录制的时间也有 影片也有点长 希望这个投资朋友 能够耐心地看完 那耐心地看完 如果你看得不够清楚 可以再到再看一下 好不好 我们就讲到这地方 Lite QR Code 扫描 加入一定对你有帮助 我会告诉大家 加入之后 你一定会感觉 跟过去不一样 相反的 如果你不做这个动作 想要赚钱 我会告诉你 下半年 比较有问题 交易困难度会比较高 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Lite QR Code 扫描加入的这机会 好 我们下周一再见 拜拜